为了促进年龄政治,在县府国际会议厅办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宣导讲席 邀请监察院专员刘维伦主讲,提醒同仁要承办业务时多多注意 熟悉法令才能避免处罚而遭罚 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宣导讲席,邀请监察院专员刘维伦主讲 县府秘书长洪睿智到场致意并表示 同仁承办业务时要多注意 对于利益回避、公开公平以及身份关系的揭露等等执行面 都要清楚了解,避免因违法而受罚 利益冲突回避法对于我们承办补助或采购的同仁 都要特别的去注意 尤其是107年修法以后 需要违避或者需要身份揭露的 还有需要公开公平的规定的部分都更加的严格 而且也设有很多的财法的罚则 那会划缓 所以我们承办补助跟采购业务的同仁都特别需要谨慎小心 避免违法事项的发生 今天特别邀请到监察院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处的刘专员 特别来跟我们讲授这一个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的相关的规定 然后进行这个意见的交流 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利益冲突回避法 经过今天的这个宣导讲期 应该能够有进一步的一个认识 也能够避免这个违反规定来的发生 也会避免因为这样而受到采访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在107年底修法通过后 对于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时 直接或间接使本人或其关心人获取利益有更严谨的规定 这次参与研习的同仁约100多人 希望能让公职人员在办理业务时 能够更严守法令 避免违法情势的发生 记者湘清福南投市采访报道